香港歌唱圈步伐天王级的人物 而这些曾经的歌王们 如今也都纷纷升起为人父 他们的孩子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状态 欢迎来到新闻榜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几位歌星的子女 一 林子祥 林德信 林子祥的名气在圈内恐怕是无人不知 作为一名歌手 林子祥的唱功了得 他演唱过的《男儿当自强》 分分钟需要你 直到现在仍然广被传唱 深受大众喜爱 2020年9月3日 据港媒报道 歌手林子祥邀请了自己的儿子林德信 以及一位女歌手唐妹 一起参加了全球网上直播音乐会 并且在录音棚一起合唱歌曲 气氛愉快 林子祥和林德信两父子罕见同宽合照 林德信年轻有活力 穿着打扮都十分时尚潮流 长相帅气 五官端正立体 整个人都散发着阳光独特的魅力 颜值出众 气质非凡 和年轻时的林子祥 简直是一个母子客车来的 儿子林德信是林子祥与前妻吴正元所生 不过 这并不影响林德信与叶前文之间的家庭关系 林德信还曾与亲母叶前文同台合唱 林子祥还作为惊喜嘉宾登场 家庭相处融洽 五月九日林德信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家庭旧账 并配文称 母亲节快乐妈妈 我想念你 我还需要那件大毛T恤 哈哈 曝光的照片中 林德信那时候年纪尚小 身材圆润 估计是他读小学时拍摄的 除了他以外 妈妈吴正元 妹妹林德义也有出镜 三母子一起笑对镜头 画面非常温馨 二 许冠杰 许怀兴 许冠杰对于不少歌迷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入行多年 不仅事业有成 同时家庭生活也非常美满 去年 许冠杰与哥哥许冠文夫妇 妻子Rebecca 两个儿子许怀兴 许怀骨 以及几个孙儿 齐聚在家中的花园开party 场面相当热闹 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 更值得一提的是 照片中出现的大儿子许怀兴 因为他曾在几年前 被确诊患上膀胱癌 一度被迫停工 在医院手术 在家里进行调养 甚至早前媒体还报道 许怀兴因为膀胱癌的缘故 身材一度暴跌近30斤 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 好在经过医生的帮助 和自身的努力 许怀兴在接受手术后 癌细胞得到有效控制 早前她也在社交媒体上 宣布已经痊愈 抗癌成功了 4月13号 据港媒消息称 许怀兴于社交网上 官宣好消息 几乎是每一年的这个时候 许怀兴都会汇报 这样的好消息 看到这样的结果 很多粉丝 也是为其感到由衷的高兴 许怀兴在社交网上说道 今天早上 刚做了一次膀胱检查 很高兴报告 我仍然没有癌症 感谢我出色的医生 和她的医疗团队的 Red护理 感谢我的家人 朋友的祈祷 3.珍妮·珍佳萍 1987年7月4日 天后珍妮在美国 生下了一个女婴 轰动香港乐坛 香港的娱乐记者 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美国 打探消息 争相报道 却还是没人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当时珍妮并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她最近的一段恋情 结束于4年前 因丈夫复生 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而终结 原来复生在世时 曾经提取过自己的精子 而在她因车户不幸去世后 珍妮靠冷冻的精子受孕 从而生下两人的女儿 珍妮在女儿身上 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 也正是因为这个女儿 珍妮才能坚持到现在 才能从巨大的痛苦中走出来 看着女儿和复生 极其相似的面容 珍妮觉得丈夫 仿佛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细算复生已经去世39年了 女儿张家平也已经35岁了 珍妮没有忘掉 自己与复生的约定 并守着王夫 给她留下的回忆 度过了大半生 张家平如今已经结婚生子 生活幸福美满 每次看着母亲落寞的身影 她都会劝母亲找个办法 爸爸肯定也是这样希望的 可每次珍妮都坚定地回答 你爸陪着我呢 或许跟缺少父母的疼爱 和陪伴有关 李雪儿从小就是个叛逆的孩子 性格更是强势 小时候因为不满同学 从背后拍她 转身就过去给人家一个巴掌 这么小的孩子 做出这样的举动 难免让人觉得有些错愕 不仅如此 李雪儿还集结了学校一群小孩 组成一个小团体 自己还要在这当中当老大 这些行为都能够说明 其实李雪儿是一个缺乏安全感 渴望被关注的孩子 父母的陪伴 确实是她很需要的事情 如今长大的李雪儿 身材不同于林一连 长得比较丰满 或许是因为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比较多 对身材的审美 也是欧美那样丰满型的 并且穿衣风格也非常欧美 成熟性感是她主要的特征 不过这倒是在国内引起了一些争议 她在照片中毛皮大衣搭配低胸 手风在牛仔裤上 还掐着一根烟 妥妥的欧美风 而国内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 加上对她小时候的不好印象 负面的声音确实不少 不过这也影响不到她 我行我素 自己开心 是她一直以来给大家的印象 5.王杰子女 王杰被誉为港圈的一代传奇歌王 她拥有独特的嗓音 开创了节射唱腔 人送外号 歌谈浪子 王杰有两个孩子 大女儿是和第一任妻子左生 取名王小翠 小名翠翠 王小翠目前是空姐 她在网上甚少曝光 从小时候的照片来看 她的五官清秀 颜值想必是不错的 王杰还曾在2010年时透露 女儿主要飞欧洲航线 懂多国语言 言语之中也透着对女儿的骄傲 第一任妻子逝去后 王杰与第二任妻子 台湾模特莫奇文 在1993年结婚 育有一子王成元 但两人后来离婚 法院将儿子的抚养权 判给莫奇文 以至于王杰十多年 不能见儿子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王成元长相比较清秀 戴着眼镜的样子 看起来儒雅温柔 不过有网友却觉得 王成元的五官长相更像妈妈 与爸爸王杰并不相似 两人多年未见 也挺令人唏嘘的 当年元永怡 以一线女性的身份 宣布与张志玲恋爱 引发粉丝 与媒体的轩然大波 一时有许多声音 质疑张志玲配不上元永怡 不过两人还是顺利地 走入婚姻殿堂 生下儿子张慕彤 夫妻俩携手走过二十多年 感情依旧甜蜜如初 可见确实是真爱了 去年6月20日父亲节 元永怡在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老公张志玲与儿子张慕彤的合照 照片中 父子俩坐在沙发上 一起看着电子产品的屏幕 满面笑容 气氛十分温馨 张志玲身穿条纹T恤 蓝色短裤 老婆视角下的修长腿部 估计比很多女性还要白 完全没有一些中年男性的油腻感 不得不说张志玲保养的实在是太好了 和儿子在一起就像是兄弟一样的感觉 儿子张慕彤虽然头发显得乱七八糟 身上也只是穿了简单的唇白T恤和白色短裤 不过依旧无法掩饰他清秀帅气的颜值 父子俩紧紧的挨坐在一起 身上还各爬了一只宠物狗 画面仿佛是砸着大片 实在是太养眼了 此外从原有意的晒照来看 他与张志玲的豪宅 确实是性观相当之好的 从父子俩背后的宽大落地窗 就可以直接看到屋外的海面 可见这座豪宅的地理位置有多妙了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 袁友宜张志玲夫妻早些年并没有买房 而是一直租住在高档豪宅里 有网友戏称张志玲喜欢豪车 袁友宜喜欢奢侈品包包 难怪两人存不下钱来 说起张木桐 虽然袁友宜和张志玲不是经常提起 也很少晒照 但是母亲节 张木桐还晒了一张自己把着母亲肩膀 和母亲亲密站在一起的背影合照 父亲节 袁友宜又晒了儿子和父亲的亲密合照 可见正值青春期的张木桐 没有与父母的生疏隔离感 而是一个暖男 不得不说 袁友宜真的是人生赢家 不行 老公爱他 从来不管他各种多手买豪包 而且儿子也是乖巧听话 也太让人羡慕了吧 中振涛的现任太太范姜 最近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大女儿最新的消息 夫妻二人公育良女 大女儿终于纪念18岁 张香既有甜美 又因为长期在国外留学 还带着一点欧美范儿的气质 从范姜曝光的照片来看 终于的眼睛和嘴巴 与中振涛如出一辙 尤其是微笑起来 两边唇角翘起的弧度 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别的不说 这个发量已经足够 让很多女生羡慕了 而小女儿中国和姐姐中意 比起来 虽然显得稍微逊色 目前五官还没有展开的她 也是挺值得期待的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爸爸妈妈都是双眼皮 连姐姐也是双眼皮 而中国却遗传了一个单眼皮 以上这七位香港歌王 在音乐造诣方面 都有着不俗的成就 他们也成为了 一个时代的经典代表 见证了华语乐坛的茁壮发展 而他们的孩子逐渐成长 在新二代的光环下 展现了不同的人生成长轨迹 希望这些歌王孩子们 都能够幸福健康 发展顺遂 香港娱乐圈最辉煌的时候 被誉为东方好莱坞 诞生了无数的顶流巨星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 男神 女神渐渐老去 他们的下一代 逐渐走进了观众的视线 跟随父母的脚步 进卷发展 顶着新二代的光环出道 他们继承的 可不只是父母的名气 更有父母的美貌 有些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 小水晶 翁红女儿 亚洲小姐翁红 曾经经验了多少人 也是备受观众喜爱的一代女神 出生在书香世家 父母均毕业于清华大学 自幼学习舞蹈 无论是美貌还是气质 都十分出众 翁红有过两段婚姻 2007年 她和第二任丈夫 健身管理师刘冠婷 生下了女儿小水晶 刘逝 刘冠婷长得也十分帅气 男帅女美 两人的孩子 颜值当然不会低 如今 小水晶已经16岁了 出落的婷婷玉丽 长着一张鹅蛋脸 眼睛又大又亮 鼻子小巧又高挺 五官精致到没话说 素颜也美得 让人一不开眼 甚至有很多网友夸赞小水晶是少见的女儿比妈妈还漂亮 其实她脸型像妈妈 鼻子和嘴巴像爸爸 完美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不得不说 小水晶实在是太会长了 虽然长得精致又漂亮 看上去似乎很高冷 但小水晶自称是搞笑女 给妈妈当解说原始也是妙语连珠 完全就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 灵气十足 目前小水晶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合拍视频 虽然是新二代 但她的生活更像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平时也会臭美 也会因为快要做完作业而开心 非常讨人喜欢 二 林凯玲 公子恩女儿 说起娱乐圈俊男靓女的结合 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公子恩和林伟 公子恩饰演的成林素 聂小凤 林伟塑造的福康安 展昭 曾拟导过无数观众 两人都是公认的神言 女儿林凯玲的颜值肯定不会差 2000年 公恩慈和林伟结婚的第二年 就有了女儿林凯玲 顶着新二代光环出生的她 并没有选择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 她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从小就非常优秀 林凯玲从两岁起就开始接触各种乐器 八岁就已经考取了钢琴八级资格和声乐八级资格 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 很少让爸爸妈妈操心 不仅如此 她还继承了爸妈的高颜值 五官标志 笑起来十分甜美 身高173公分的她还有着一双大长腿 2016年 她以歌手兼模特的身份出道 还和刘德华拍摄了电影 虽然已经出道 但林凯玲并没有放弃学业 2018年 她以高分考上了香港大学 学习建筑 可以说是学业 事业两手抓 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相当优秀 三 汤洛文 汤震宗女儿 说起汤震宗 大家首先想到的 肯定就是电视剧《封神榜》中的博弈考 五官精致 眉目俊朗 迷倒万千少女 她的弟弟汤震宴 也曾是TVB五虎将之一 一家子颜值都在线 汤震宗的妻子是圈外人 婚后育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汤洛文于2012年 参加香港小姐竞选为大众熟知 虽然最后只不六强 但也收获了不错的人气 还因为高颜值 被送外号亮汤 汤洛文的五官精致 又大气 身材也十分高挑 外形在如今的 TVB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出道后也受到力捧 参演过爱 回家 法政先锋四等多部热播剧 不过 汤洛文也一直被质疑 事业心不太强 近几年作品不算太多 但她的感情生活却十分幸福 和男友马国明交往三年 目前已经订婚了 好事将近 四 任情家 任达华女儿 作为大哥 任达华和超级名模琪琪的女儿 任情家自出生起就备受关注 而她也完美 继承了爸妈的优点 可以说是被观众们看着长大的 任情家从小就很有镜头感 是爸爸任达华的专属模特 三岁就学妈妈走猫步 还很有表演天赋 所以小小年纪的她就出席过不少时装秀 很受欢迎 而已经18岁的任情家 也继承了爸妈的优点 身高有一米八了 一双大长腿和妈妈一如出一辙 古铜色的皮肤性感又健美 堪称是天生模特 如今任情家凭借着优越的外形 也参加了不少时尚活动 不过她还不算是正式出道 父母都非常宠爱她 觉得拍戏太辛苦了 希望她能够专心学业 妈妈也曾表示女儿一般都会在学习治愈工作 据任达华透露 女儿对拍戏没兴趣 就喜欢做模特 在镜头前的表现力也很强 天生有一股名摩气场 想必前途无量 对这个女儿 任达华是无限宠爱 从小就让她在国外读书 接受最好的教育 在吃穿用度方面 任达华同样给女儿最好的 女儿外出时 有专车接送 平常穿戴的首饰都来自顶级奢侈品牌 尽显富贵 随便一件衣服或者一个包包都要价上万元 她甚至表示不希望女儿辛苦 自己的所有财产都会留给女儿 这样说来 年仅18岁的人情家就已经坐拥30多套房产 是个名副其实的富婆 五 陈世之 吴君如女儿 爸爸是著名导演陈可欣 妈妈是影后吴君如 陈世之这个新二代的光环可太强大了 虽然父母并没有正式结婚 就连她的降生都是一场意外 但她依旧收获了满满的爱 别看吴君如现在是个搞笑女 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半丑 但其实她年轻的时候颜值也非常高 男装更是十分帅气 女儿陈世之就继承了妈妈的高颜值 陈世之的五官比较圆润 妥妥的甜妹 但肤色又偏深 腰细腿长 身高已经赶上爸爸陈可欣了 又甜又辣 浑身散发了自信和大气 而且陈世之似乎已经有出道的打算了 前段时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她和爸爸手玩手一起走红毯 最近又和爸爸妈妈一起拍摄了广告 似乎是在为出道做打算 不过 据吴君如透露 陈世之即将去国外留学 如果女儿真的有兴趣入行 她也会支持 但不会特意为女儿量身定做角色 也不会让女儿拍爸爸陈可欣的戏 2022年11月13日 据港媒报道 新二代陈世之出演舞台剧 父亲陈可欣母亲吴君如 特意现身支持她 吴君如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多段视频 她对着镜头表示 来看女儿的表演了 画面中 她穿着黑白色条纹上衣 配上打理得当的短发以及妆容 打扮大放得体 不知不觉 陈世之已经长大了 她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五官清秀 笑起来很是甜美可爱 陈世之表演得怎样 吴君如没有晒出来 但从吴君如的反应来看 她一定很满意 六 真继如 真子丹女儿 真子丹的官方身高 是1米69 但她的妻子汪诗诗 也是一名超模 身高高达1米81 真子丹和汪诗诗 所生的大女儿真继如 完美继承了妈妈的 超模身材基因 18岁身高 已经超过了爸爸真子丹 一双大长腿十分亮眼 真继如虽然高挑 但她不像妈妈那样 是高高瘦瘦的类型 她的身材比较有肉感 加上平时喜欢穿一些吊带和陆奇装 显得她的身材很火辣 不过真继如的长相 其实不算很像爸妈 反而比较像汪诗诗的妹妹汪圆圆 都是比较甜美的圆脸长相 都说女大师八变 真继如亦如此 小时候没展开的她 眼睛小皮肤也黑 戴上近视镜后 更是添了一丝土气 彼时还因此频频被网友调侃 长得丑 完全不像母亲 然而现如今的真继如 早已不是从前那样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鼻梁高挺 脸部线条流畅 谁看了不说一句好美 近期 是真继如的成人礼 成人礼的现场被鲜花和气球装点 整体布置宫廷浪漫 真继如本人 更是一身亮红色长裙 惊喜亮相 浅褐色波浪卷披肩 为了突出公主的身份 还特意戴上了专属皇冠 来参加的亲朋好友 更是体贴的全部身着白色正装 就像守护公主的骑士一般 真子丹是圈内出了名的顾家好男人 对女儿十分宠爱 真继如今年还考上了世界名校 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了 据悉 真子丹和吕良伟两家人是多年好友 真子丹曾经透露 吕良伟的儿子很喜欢自己的女儿 不过他觉得下一代的事情 他不好插手 作为新二代 他们确实都自带光环和关注度 进卷发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有祖传粉丝 可以说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作为观众 也期待他们在继承父母高颜值的同时 能够继承父母优秀的演技和敬业的品质 期待他们为观众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